最麻煩的境界是 如果你已經在一個公司工作 大概七、八個月嘛 結果就一個新的同事來 進來嘛 對不對 這個新的同事還不了解 要怎麼做 譬如說我以前還在巴西的時候 大概七年以前 我在一個公司工作 那這個公司做的東西就是做APP 突然一個客戶有打電話 開始跟我們說 我們這個APP最近有什麼問題 我沒辦法可以打進去這個資料什麼 結果呢 這個同事 新的同事開始叫這個客戶嘛 一直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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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兩個小時喔 這個客戶又打來了 他打電話給那個新的同事 很生氣 開始罵他說 為什麼你教我做這個東西 我打進去的資料都是他做的 他做的地方嘛 對不對 然後那個同事有一些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嘛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經驗 然後他就看著我 然後說 費德尼 你可以幫忙嗎 我不知道這個要怎麼阻力這樣子 然後說哇塞 你要給我麻煩嘛 對不對 那也是沒辦法 因為他是新的嘛 沒有經驗 所以我來幫忙 他就是跟那個客戶講 不好意思 那個剛剛是新的同事 講錯 然後講錯這樣子 所以有時候我還是新的同事 真的很麻煩 但我覺得新的同事還好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 在那個公司比你久的人 他們是否應該發出 類似的問題嘛 對 像比如說 我現在在旅遊行業上班 然後最近在那個台北小巨蛋 有一個很大的那種 旅遊展嘛 旅展 然後我們是第一次參加 所以我們要準備很多東西 結果咧 我們就是那個旅展快開始 所以正式的開幕 前一個小時 我在看一下所有的DM 然後我發現 是完全是錯誤的 但是這是一個同事 就是一個算是長輩的弄的 然後他又不在 他不在那個旅展 他在美國出差 所以他造成很大的困擾 然後我突然開始想 天啊 等一下就是一個小時 真的那個旅展快要開始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 所以我說 主管 我有辦法 我們現在趕快去某一個 Copy Center 或者就是趕快印出來 很多很多新的 然後我就說 不行 這邊有一支筆 然後他教我 用手 用筆 去改 全部 但是你知道嗎 DM的內存那麼厚 天啊 拜託 一個小時改不完 所以我們總共是 後來我們是十個人一起 瘋狂的就是改一改了 超級醜 我覺得天啊 第一是以前的同事害我 還有我的主管也是 拜託 發什麼事 全世界都害人 也這樣子 全世界都那張DM的人都說 你們改過價錢嗎 對啊 超不爽 爆價很嚴重 各位重點來了 對 賴倫左要說話了 對 他從節目到現在 還沒有說過一句話 會不會他不說話 反而比較好呢 你們聽得好看 就不知道 好帥 以前的時候 我們出拍照一個 時尚 所以我有一個新的修理 就是這個 他是我的朋友 可是他真的還合作 他真的還合作 所以我每天怕 因為我怕他來太多 不公開 然後有一天來我的 文書拍照這個 這個Fashion Show 他來 我有個問題 你OK今天 你沒有 昨天你沒有合作 他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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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沒有合作 沒有酒 OK OK 你出工作 然後差不多三十分鐘 我的客人來了 欸 你的修理 有點點垮垮的 為什麼 所以我去那邊 昨天你有喝酒嗎 我沒有 但是那邊一杯咖啡 我真的沒有 我剛剛起來 那個杯子給我 那個杯子的咖啡 有一瓶咖啡 一瓶威士忌 哇塞 哇 所以有時候 真的這樣子沒辦法 我們是外國人 所以真的 很簡單 他們是外國人 都一樣的 都喜歡喝酒 這個好深馬丁喔 欸 欸 這個咖啡 這個比較像你 不是啦 不是 這不是 那杯咖啡是整杯都是酒 對 是拉比乳 來 我們來看 第二個是什麼呢 是的 第二一個 唉唷 同事臨時請假或離職 唉唷 哇 這個也是很麻煩 我們來看這一段影片 因為像我在服飾店工作 如果同事突然請假的話 點貨啊 進貨的衣服 全部都要我來摺耶 而且飾品有一些是他在收的 然後客人要買 我又找不到 客人就會一直等很久 所以 拜託同事可以不要再請假了嗎 我很困擾 工作夥伴就是配合很久 大家都有默契 那臨時要找新夥伴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個默契這樣子 很多都是那種 今天跟你嘻嘻哈哈 然後明天突然就聯絡不上了 然後可能電話還是空號吧 這種程度 就是一種武功密集被偷走的概念 就是不知道哪間公司派來的商業間諜 這是幹嘛 真的 尤其如果是Live節目遇到這種 你真的會瘋掉 像在購物台 我們是一個節目接一個節目 有的主持人他就會習慣就是 節目快到了 他才進攝影棚 就是譬如說他是10點的節目 他可能9點50分 進攝影棚看資料 但是我就遇到一個狀況就是 我是他下面一檔的主持人 我剛坐下來打頂 那個製作人就跑下來 他說 宇翰 宇翰 妳上去頂 我說頂什麼 他說那個主持人 他好像在路上什麼 延遲了還是什麼 車禍了什麼來不及來 你先上 我說製作人我只有打底 就整張臉是白的 注的 顏色都還沒有上 賣什麼 而且我跟你講 賣什麼 像我的常常在賣的是 美容保養品或珠寶 這個東西其實不準備 我上去看資料我也能賣 但是它是3C 你知道3C對我們這種 就是3C白色來講 所以是 不是 不是 你很壞 不是 然後呢 我就被叫上去 然後是電腦 你知道 電腦有什麼幾RAM 什麼多少RAM 多少G什麼 我跟你講 而且他很多的專有名詞是 他擺在那邊我都不知道怎麼唸 哇塞 對 然後呢 我就說怎麼辦 資料人說沒關係 沒關係 你待會兒就問問題就好了 我說 可是我要問他什麼 因為那個東西我也沒開會 就是 就算我不懂 你讓我時間準備 我們上去一定要 所以他那個也沒有大字報 也沒有RAM 沒有啊 公務台 公務台沒有 公務台都自己做課 你頂多就幾張字卡吧 而且你等一下八點是不是要錄 我有點緊張 你等一下會不會害別的主持人 沒關係 我是來賓主持人 他可以自己按 所以你知道那個3C很麻煩的就是 他的東西就是完全 資料人說 譬如說那個廠商講說 今天我們加送100G的硬碟 我說 100G 很大嗎 對 你真的 對 我又找到說 宇安 很大 我說哇 這也適合有另外一種效果 真的嗎 真的啊 不懂的人哇 很大啊 對啊 就是不懂的人看我這樣 結果不好意思那一檔呢 成績尚可 就是還可以就像你講的 可能真的有人不懂電腦 但是他就聽我講說 那宇安也不懂 這個東西好像還不錯 大家看我平常 現在上節目可以講那麼多話 就是因為我以前早年做一個 某Live的娛樂新聞 然後我們當時的主持人 因為他常常出外景 那個常常出外景到天涯海角 回不來 時間一到我就要自己穿上衣服 突然被推出去當娛樂主播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那時候我們就說有一次就是很臨時說 那現在也發不到人了 那要加錢 那明川 你平常講話也滿離牙利齒的 你要不要今天準備衣服自己穿一穿 就先上去頂一下 我說 喔 好 我就上去 所以你就這樣出道了 我就這樣莫名的出道 而且有一次我還記得也是一樣 主持人又到天涯海角回不來了 然後一樣就說明川 Standby 我說好 然後那天又是一個重大的狀況 他說我們在臨時call一個人來 而那個人 大概我們是六點Live 大概五點四十分這個人出現了 他叫做 你一定忘記這件事對不對 而且那時候因為 怎麼會找到這個人的 沒有 他們就是通告每個人打 就是說你找你熟的 然後那天我們那個通告就熟的 找了六月 然後六月那時候就在心意區 我們攝影棚就在心意區 他就五點四十分 從星光三月走到攝影棚 自己穿他自己的T恤牛仔褲化好裝 就跟我一起OnLive了 他一般出門不化妝的 還沒你賺到了